那么这个案例中我们将来使用maxscript的脚本语言 来学习一下对物体的选择和复制等操作 这些操作也是max中非常基本的一些操作 那么这些操作用脚本如何来实现呢 首先我们先应该知道 在场景中如果要选择对象 我们用的是select 如果要是复制对象 我们可以用copy或者instance或者reference 拷贝 这个就是实例的复制 也就是说对复制的物体操作的时候 原始物体也跟着一块变换属性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参考复制 那么也就是说动它它不动 动它它跟着动 动它它不动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max中如何来写呢 首先我们先来创建一个标准的球体 sphere 括号 OK这样一个球体就建好了 这个球体叫sphere001 我们如何来选择这个球体呢 默认的选择方法是select $ 再接上这个物体的名称 刀的标志 打的方法呢 是shift加4- sphere001 回车 这个需要提醒读者注意 如果你用的不是max2011版本 那么这个物体创建完默认的名称 就是sphere01 而不是001 这里需要注意 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物体删除 select $ 直接将选择物体删除 重新创建sphere 创建好之后 我们可以指定radius 25 sex 分段数 比如说16 然后 A selected 默认被选择 状态被R 回车 大家看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球体 而且它创建出来 默认就被选择 这也是选择的一种方法 我们将这个选择物体 指定给一个变量A A等于$ 等于被选择物体 回车 下面我们对 这个物体操作 就可以直接对A来进行操作了 如果我们不想选择一个物体 deselected A 回车 这样的话就取消对这个物体的选择 那么 除了这种默认的选择方法以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来选择 比如说selected $ sphere 星 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要选择场景中物体名称带sphere的物体 那么呢 它这个后面可以跟着这个任何字符 前面也可以跟一些字符 回车 我们看一样可以选择它 包括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selected objects 选择物体 回车 所以我们先取消选择 再来回车 这也可以 好 执行deselect shift enter selected geometry 选择几合体 也可以将它选择 因为这个球体它隶属于几合体类型 而几合体又隶属于objects类型 objects包含很多类型 比如说geometry 几合体 比如说shapes 线条 包括light 灯光 等等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 这就是我们对物体选择的操作 可以看到这个选择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继续往下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拷贝的操作 比如说 场景中有一个sphere 001 我们copy A 因为A已经代表了sphere 001 然后POS 冒号 中火号 100 逗号0 逗号0 我们要拷贝当前这个A 也就是拷贝sphere 001物体 将新拷贝的物体的位置指定为10000 回车 大家看到有一个新的物体出现了 它的名字叫做sphere 002 我们当然可以拷贝的时候指定物体的属性 除了位置以外 比如说name 名称我们让它是比如说happy 然后指定除了位置 除了名称还可以指定wire color 冒号 比如说bron OK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先将真净器拉大 将这个物体删除 重新回车 可以看到一个棕色的球产生了 点击它名字为happy 没问题 位置当然是在10000的位置 大家看坐标 如果我们想要关联复制 我们将它删除 将这句话拷贝 粘贴 想要关联复制的话 嗯 我们先把这个放这里吧 然后关联复制的话 我们把它的位置调到10010 OK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怎么样关联复制呢 我们将当前的这个copy 改成instance 就是关联复制的方法 回车 大家看到这里又有了一个球 它也叫happy 那么现况也是棕色的 但是呢 它跟原始的球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刚才复制的球体 进入修改面板 调整它参数 可以看到原始的球体不跟着变化 但是这个instance 实力复制的物体 调整它的半径 原始物体跟着变化 OK 如果我们要是想 做一个这种参考物体 也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 我们改一下它的名称 叫 ugly 现况颜色 我们让它是yellow 好 我们回车 呃 大家注意它现在的位置 跟它重合了 我们要指定当前的物体位置 到了点 pys 等于中国号 我们把它放在另外一侧 比如说 100 负100吧 ok 逗号0 逗号0 好 回车 我们看到这个物体就跑在这来了 但是它的现况颜色 wire color 好 大家注意 新复制的在这儿 这个是新复制 我们把instance的移过来了 大概这个就是黄色 而且呢 它有一个专门的标志在修改面板里 这是一个reference的标志 OK 这就是拷贝的三种方式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将场景中的这个 几个拷贝的物体删除 然后我们来场景中创建一些其他类型的物体 比如说 circle 我们创建一个圆 它实际隶属于就是这个shape类型 也就是样条线的在这里 也叫图形 OK 我们把它的位置复制 这样过来 回车 大家看这里出现了一个圆 omini light 空格复制 在这里我们把它改到150 回车 大家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灯光 泛光灯 dami 虚拟体 我们给到 200 回车 这里出现一个辅助对象 虚拟对象 wind 风力 位置 我们给到250 太不吉利了 249 OK 回车 大家看到了风力 场景中已经有了很多种的 类型的物体 那么它们都属于object 所以我们取消任意的选择 在这里输入select objects 回车 所有物体都会被选择 它们都属于object 但是 我们先取消选择 deselect objects 如果我们要只想选择几何体类型 select geometry 只有几何体被选择 如果我们要选择样条线 select shapes 样条线被选择 select lights 灯光 被选择 select helpers 辅助对象被选择 select space wars 空间扭区被选择 ok 它们都是分别类属于这些类的 分别属于这些类的 好 看完了选择和拷贝之后 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max中其他几个比较常用的操作 比如说隐藏 显示 冻结 取消冻结等等 隐藏 hide dollar 隐藏被选择物体 unhide dollar wind 001 它又出来了 冻结 free 我们用类型来冻结 ships 大家看 样条线被冻结 unphrase ships 解冻样条线 这个隐藏 冻结也是在max中操作 非常频繁的一些 这个命令 ok 那么在这个 小的视频里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选择 拷贝 以及 按各种物体的类型 选择 包括 显示隐藏 冻结解冻 等等这些max中非常基础的 跟物体操作有关系的一些 条本的写法 ok 这个视频我们就说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